今天正好是开工上班的第一天 淡水区长乌宗仁特别准备了市长红包 要来发给区公所内的每一位员工 以及来洽工的民众 希望可以为这新的一年带来新气象 过了九天的春节连续假期结束 今天正好是开工上班的第一天 而淡水区长乌宗仁特别准备了市长红包 要来发给区内的公所每一位员工 以及来洽工的民众 从区公所一楼六楼到十楼 只要是进到办公室都与大家先拜个年 并且发送红包 希望可以为这新的一年带来新的气象 过年前台南发生地震 所以我们取消了团拜 但是今天是过年第一天 还是要跟同仁来加油打气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发送 每个同仁一个市长的红包 祝大家新年如意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新的一年会越来越好 区长乌宗仁表示 由于灾过年前在南台湾发生了地震 造成严重的灾害 因此在公家机关 但水区公所则是取消了新年开工团拜的活动 改由区长亲自发送红包散播祝福 此外区长也表示 新北市所发的猴年元宵提灯 从昨天就开始发放 领取的民众都相当的踊跃 我们市政府的灯笼 这次设计非常漂亮 那有两种款式 我们从昨天开始 在各活动中心发放 我们一共有九个点 那今天是今天晚上七点开始 会在另外五个地点来做发放 欢迎民众来踊跃的索取 我们昨天只发一千一百多个 今天会发到两千两百多个灯笼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感受到市府的美意 今年的猴年提灯造型相当可爱 又俏皮 吸引许多大小朋友的喜爱 以活动式的旋转 让提灯增添玩乐趣味 而区长表示 包括了昨天以及今天晚上 都会在淡水 九个市民活动中心 以及区公所来发放提灯 民众可要好好把握 记得许多艺带学猜方报道